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警察就冒起了鬼狗的烟和麦田的成土 就是让所有官兵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 开发了 开发了 开发 爸 妈 我在这边过得很好 请你们不要担心 爸爸在国外很吓你 我只说一句 然后等我回来娶你 当地时间2024年9月23日 以色列军队继续对黎巴嫩境内发动大规模武器 各国纷纷撤离本国公民 利益冲突升级以来 已有五名连离部队维和人员受伤 连离部队10月13日发表声明说 当地时间当天凌晨40-30分左右 以色列国防军两辆坦克破坏连离部队驻地大门 强行进入驻地 约45分钟后离开 连离部队要求以色列国防军 对令人震惊的侵犯行为做出解释 而在黎以兰县及黎以临时停火县附近 有一批中国维和部队官兵 依然牵手在战活硝烟中 随时等待执行维和任务 报告作弹转使 报告作弹转使 我这里是医药观察哨 在我东南方向约800米处发生 号旗空中发现火线站发射 报告完毕 作弹转使收到 注意防护 加强警戒完毕 收到收到 当地时间9月23日六时许 中国第二十二批复离维和部队 多功能工兵分队迎去的上风 响起刺耳的警力声 官兵们迅速穿上防护装具 进入地下掩体 高塔上的哨兵快速撤入 以免观察哨内进行观察警戒 随即木员突出来 强烈的连续爆炸声 升起朵朵黑蘑菇云 回您的 燃起来的 作案之门时 我11号观察哨 东南山谷方向明显看到烟雾 报告完毕 外面十几个小时的炮火不断 我们今晚只能住在掩体里 外面的爆炸声一直在响 每一次爆炸都伴随着掩体的振动 而在这一次大规模空洗后 就有一枚火箭弹落在营区内 并在营区内爆炸 11点多的时候 一枚火箭弹掉入了我们营区 并发生了爆炸 直到情况解除后 我们走出引起 指挥长带着我们爆炸物处理小组 到达了现场 发现了爆炸点 在爆炸的地方 造成了我们这个水管的破裂 现场还留有这个爆炸的破片 和火箭发动机 还好 但是我们所有人员都在营区内防护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中国第二十二批护理维和部队 自部署到任务区十个多月以来 认真履行着联合国赋予的各项职责 我们来到这里 主要是执行 离以边境蓝线的扫雷任务 工程建筑 排报 医疗救助 以及人道主义救援 这些任务 随着离以双方交火 比较频繁 乙军突破蓝线以后 给我们营区带来了很大的威胁 同时呢 除了排报任务以外的其他任务 都暂停了 事实上 早在几天前 一轮空袭的冲击波和弹片 就已经对该维和营区造成了一定的破坏 在我们营区西南方 730米的地方 有多枚航弹爆炸 当时 先是听到几声迹响 在山坡对面 能看到好几座黑银 我们营区的门窗 玻璃都在震动 受爆炸冲击波和航弹残片的波及 我们营区的部分设施受损 但是好在没有人员伤亡和装备损坏 维和官兵在掩体里安全躲避了几小时 但营区安全防护等级降低后 马上对营区进行检查 营区门窗 吊顶 镜子 屋内的物品陈列柜玻璃等多个地方受到损坏 部分航弹残片落到营区 手臂搬粗的树枝被打断 路面被砸起多个深坑 我带着相机去现场起证 我发现单片把水泥地板砸得很深的一个坑 我当时在想 如果砸在我们维和官兵的哪一个人的身上 都是不堪设想的 即使炮火已经影响到维和营区 但中国维和军人的身影依然出现在排爆一线 当地时间9月22日 加纳营区内调入一枚未爆火箭弹 在加纳营请求下 连离司令部派前我维和部队爆炸物处理小组 迅速前往事发点进行处置 收到任务 作业手陈汉和战友们 第一时间抵达了距南县近一公里的加纳营区 到达加纳营区后 我们EOD小组第一时间对作业区域的安全群杠进行了研判 发现这枚火箭弹是一枚122毫米高爆火箭弹 这枚火箭弹在发射过程中可能因为故障导致坠落 弹体水平装进地面导致隐性被发火 但是它的隐性可能已经解锁 所以说在处置过程中 任何一点震动都有可能导致意外 更为糟糕的情况是 根据周围地形环境 陈汉和战友们判断 无法使用排爆机器人 激光销毁装置等无人化设备 于是决定采取人工设置炸药的方式 限地销毁 因为我们知道这枚火箭弹的危险性 所以说我们必须排除它 不然对加纳营区 违和友军的人身安全造成了很大威胁 陈汉和战友们整理好排爆装备 走向了这枚危险的未爆火箭弹 这次排爆跟以往还有所不同 因为双方随时都有可能再次击火 旁边的炮弹如果再有落下 对我这次排爆带来了很多不确定的安全因素 所以说我心里面一直告诉自己 要淡定 要以最快的时间排除准备为我弹 三 两 一 起爆 随着清脆的爆炸声 一团黑烟腾空而起 陈汉和战友们帮助加纳友军 成功排除了这颗火箭弹 现在为了确保人员安全 我们的工作 生活 全部都转入到了地下掩体里 但我们的任务还在继续 例如我们还担负着连离西战区的排爆值班任务 一旦有未爆弹落入到连离的其他营区 我们就会根据任务指令前出执行排爆任务 在安全防护等级允许后 分队还组织官兵全面排查营区防卫设施受损情况 同时开展基础设施检修加固 通信网络和视频监控调试等工作 受焦火的影响 我们的火势调节 水电维修 营房和掩体的检修 这些工作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在海外营区就是我们的家 这个时候官兵更要上下一心 共度难关 我们一定统织好保障资源 维护好各项保障工作的正常运行 应对随时可能面临的新情况 精准决策 快速反应 是处置这次突发情况的关键 复离维和部队做到了无人员伤亡 无设备损坏 安全形势恶化后 该部队立即启动应急方案 指挥部迅速转入地下指挥所 并按照危机指挥状态运行 在应急状态下 维和部队的少尉 由高塔转入防护型观察哨 其余人员进入地下掩体进行防护 那么在防护型观察哨内 执行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他们又是如何执行观察警戒任务的 我是中国第22批复离巴嫩围和部队的新闻报道员 去看一看哨兵们在这样的条件下是如何执行观察任务的 那边船来了炮声我们快跑 班长之前我们站岗的话都是在高塔上面 然后现在转移到了这个观察哨里面 您觉得在高塔上面站岗跟在观察哨站岗有没有什么区别 有很大的区别 首先在高塔上面站岗的话 视野比较开阔 随时都能看得到那个爆炸点 在观察哨转移到观察哨过后 通过这几个窗户来观察 视野比较受限 有情况的话 其实都要向桌子门市报告 班长当时就在我们这个观察哨旁边爆炸的时候 是您在站岗那您能不能给我讲一下当时爆炸时候的一些情况 是的 当时我在站岗声音非常大 然后听到了一声巨峡以后 地上就冒起了滚狗螺烟和 骂贴的尘土 迅速拿出了对驾机跟直巴士汇报了 然后当时首长也关心了我人员有没有受伤 然后我给首长汇报没有受伤 观察哨的调整呢 是为了保证我维和官兵的生命安全 同时呢 能够及时掌握营区周边的安全情况 确保育有情况 能够及时报告 及时处置 那么在复离维和部队的地下援体内 官兵是如何有效开展工作的 他们的生活情况如何 虽然现在我们营区随时会传来猛烈的轰炸声 但是我们的官兵们仍然坚守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我后面的这个入口就是我们指挥部基本指挥所的一个入口 办公和吃住都挤在里面的这个房间里面 虽然条件非常的有限 但是里面部署的依然井然有序 请问这个下去是从这扶椅下去是我们基本指挥所办公时宿的地方 那我可以跟着你下去看去吗 可以 这就是我们的基本指挥所 我们各协委的员员都在办公 现在我带你前面看一看 谢谢张大 沈组长您好 不好意思打扰您一下 我看您一直在忙 请问您在这边主要负责一些什么任务 我主要担负复离为和部队的作战班员 主要是根据连离安全防护等级要求 和营区周边的这个交火情况 及时向官兵发布安全防护预警通知 组长我还想请问一下 就是您平常什么时间能够休息 就是有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 我们作战值班都是24小时全时值班的 在建筑金如此复杂的情况下 是没有固定休息时间的 我们主要是利用这个工作空档抽空 并且移一会儿 副菲内长这个床对您来说是不是有点短了 我看您个子这么高 这个折叠床是短了点 但是这几天情况比较多 大家都很少休息 累的时候倒头就睡了 有张床已经很不错了 由于事发突然 刚刚进入掩体的几天里 物资短缺是摆在分队官兵面前的首要问题 炮火稍有停歇 教导员明成就开始抓紧组织物资补充工作 各单位注意 现在形势有所缓和 各单位新宿组织人员 回住宿期起设备和物资完毕 扫雷连收到 建筑领收到 扫雷连收到 可以啊 大家穿上好防护装具 速度一定要快 确保安全 戴好头盔 好吧 快点 收到 收到 收 头盔 收到 您好 您好 您可以给我们透露一下 刚刚给分队部署了什么任务吗 我们正在组织 人员回住宿期 起一些设备和物资 前段时间形势突然升级 我们的官兵吃了不少苦头 不能回屋里睡 也不能到食堂开火 应该说我们的生活保障上 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我们及时调整部的这个硬性模式 在这个形势 缓和的情况下 我们及时的组织官兵 会住宿期 起一些通信观测的设备 以及一些必备的生活物资 报告装饭指摆室 报告装饭指摆室 指摆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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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 我是七号观察哨 听到前方 东北方向100米处 有狼群的声音 密切观察狼群行动 加强自身防抚 收到 收到 每天 维和官兵不仅面临空中掠过的寒弹 和炮弹爆炸的残片威胁 还面临狼群进入营区的风险 同时 营区内还有不少毒虫蛇蚁 时常让生活在掩体的官兵身体 出现骚扬或其他不良症状 现在是特殊时期 官兵的生活条件较为恶劣 每天基本上只能在掩体里活动 我们一级医院也组织了24小时常态值班 同时利用危险情况的缓和间隙 到各掩体进行寻诊和消杀工作 减少病菌的滋生 最大限度保障官兵的身体健康 这就是护救训练 战场敌旧是每名官兵在战场上 都必须具备的生存技能之一 特别是在当前离形势如此严峻的形容下 最大程度的减少我们的身亡 保分自身的实力 我觉得尤其在这个时候 主持战场自救护救的训练是非常的有必要的 因为我们现在身处于战区 形势非常的紧急 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一些出发的情况 导致我们战友们受伤 在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掌握了熟练的自救护救的本领 就可以使我们的战友们得到最及时的救助 除了迅速组织建立临时医疗保障 官兵的火石保障也在寻求的突破 特殊时期连离无法正常供应蔬菜 水果肉等给养 分队储备的战备食品 使外国的军用战备干粮 不大符合官兵的饮食习惯 分队根据库存挤养情况和营区安全防护等级 尽量保障热视 目前我们面对的后勤补给 垃圾清运 还有营房设施受波及受损等限制困难 但是我们在协调解决这些问题 一方面我们调整挤养水电油料的保障计划 尽可能地延长我们自我维持的时间 现在在理想情况下 我们每隔两天才会有一天的热食保障 但是如果遇到冲突的情况就会有延迟 今天的情况还好 吹石斑已经张罗起来了 那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吹石斑为我们准备了哪些好吃的 平常这个升级的时候 我们都是在下面进行这个操作 就是让所有官兵吃上一口热富的饭菜 曲助理 我们现在每天的热食保障 每一餐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你能给我们说说吗 目前我们每天早餐以面条为主 午餐和晚餐能够保证一个大锅菜 一个炒饭 然后再加上一个面食 基本可以满足大家吃饱 也能感受到兄弟们吃的还是比较香的 现在这个季节 吹巴嫩的天气依然很热 特别是在我们的吹石操作间里面 为了确保安全 我们的吹石班长们依然穿着全套的防护装具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仍然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 依然在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 争取为战友们做上一顿热腾腾的饭菜 吹石班的饭菜已经做好了 现在正在给各单位分发饭菜 饭菜将通过这个车辆运送到各个盐体里面去 等一会儿我们将跟着这个车辆一起 到各个盐体里面去看一看 战友们在盐体里面吃饭的情况 现在送饭的车辆已经到达了盐体 我站在这里都已经闻到了饭菜的香味 在我们单位打饭的时候 有一个比较好的现象 就是每次打饭的时候 都是干部让战士先打 男兵让女兵先吃 即使眼前再困难 中国军人同样彰显着博爱和担当 事发当日 当地两名平民来到中国营区寻求庇护 复离维和部队根据联合国保护平民的相关规定 为其提供食素 帮助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在盐体内 他们也同样感受着最温暖的关怀 听着炮火声睡去 闻着硝烟味醒来 这就是我们最近生活的主旋律 转入盐体生活以后 战友们的生活条件虽然非常的艰苦 但是精神世界就是非常的充实 现在我们来到了五号盐体 大家随我一起进去看一看 战友们在盐体里面是怎样度过的吧 现阶段在盐体内 这个手机网络信号是非常差的 我们几乎又回到了无网络的时代 但是我总体感觉整个气氛还是很好的 我们组织了维和故事会 让大家分享一下彼此的一些经历 虽然在盐体的空间很狭小 但是我们也利用现有的条件 组织了一些小的比赛 小的训练 比如说掰手腕 平板支撑等等 以此来活用我们整个氛围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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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时分 战士们面对镜头 也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班长们 现在国内都比较担心我们在这边的情况 你们有没有想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或者是对你们的家人说些什么话 爸 妈 我在这边过得很好 请你们不要担心 我们一定会在最尽量的时候 与许好指责 爸爸 妈妈 请放心 媳妇 一个人带娃辛苦了 在有时候联系不到 请不要担心和着急 我一定会平安凯旋归来的 你想对您家里的小孩说些什么 周术月 你今天也乖乖吃饭 爸爸在国外很想你 记得爸爸出国的时候 你刚刚会走路 现在都能到处跑了 爸爸现在出来十个多月了 感觉对你有很多亏欠 这个等你长大以后 爸爸会慢慢地给你弥补 我想对他说就是因为这段时间的形势确实不好 然后现在联系的也比较少 然后我只说一句 然后等我回来取你 作为一名维和仗势 更作为一名军人 身上当负的使命与责任 肯定是与这个危险是并全的 我想跟家人和朋友们说 我们在这边一切都好 你们在家里等我们平安凯旋就好 我也想请祖国人民放心 我们一定不如使兵 不负重托 完成好此次维和任务 平安凯旋 10月1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长王毅 应约同以色列外长卡茨通电话 王毅强调 联力部队根据案例会决议 授权执行维和任务 以方应采取切实举措 保障连离部队人员安全 这里的硝烟还在继续 军事计时也将时刻关注 并记录着这里发生的一切 让我们共同祝愿维和官兵 能够出色完成维和任务 平安凯旋